Base64编码 我们想要实现图片传输的话 其实就要先把图片编译成这样一个Base64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通过发送字符串 我们这个消息呢一致这种方式去处理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那其实在这边的话 图片Base64的一个编码 就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我们怎么来获取这个图片 当然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粘贴这种方式就直接把这个图片给获取到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选择一个图片来上传 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给一个给我们一个URL 然后通过这个URL呢就能够来获取到我们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通过Canvas来转换成这个一个Base64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说通过Filereader 读取本地文件来实现 这个呢其实和选文件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我主要演示的就是说 如何来实现图片的一个粘贴图片来识别 然后呢和本地文件的一个处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要想实现文件的一个粘贴很明显 我们就需要也是需要来注册一个事件的 这个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Document 然后它呢 当它在粘贴的时候 我们就会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做对应的一个处理了 好这就需要处理 这样呢我们要先拿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粘贴的这样一个元素的对象 好 OringerEvent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拿到我们的原始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去抓取我们的剪贴版的一个数据 ClubboardData 然后呢来拿到我们的items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定的要处理 就是说我们要判断这个道理存不存在 所以呢这边也需要来做一下 所以这边我需要把那个原始事件 给定义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定义items 如果如果有同时呢 还有items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items就需要等于我们这边的这个items 这样子的话就拿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剪贴版的一个数据 接下来我们就要怎么做呢 我们不知道哪没哪到 所以说我们要判断一下 如果拿到了 我们就应该用处循环来做 好循环来便利一下它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儿呢我们把这个items也给拿到 好拿到之后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定要判断 如果它的类型 是这个什么呢 Stoon 很明显我们什么都不用处理 其实呢我们关注的是如果是文件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处理 因为我们粘贴的是图片嘛 我们只处理粘贴图片 所以呢我们只会处理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在当时是文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给拿到 items什么呢 get as 作为文件来读取 读取到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转换成一个base64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这样一个 本地文件的file reader 看一下file reader 这个file reader的话给它一个事件 因为是异步的 所以呢叫unloaded 加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拿数据了 当然在我们后面呢 我还要出发一个加载的一个事件 read as data url 读取数据 读取好了之后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到 拿到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什么呢 这个reader 点什么呢 result 就是我们的base64数据 img base64 导致取数据 好这儿我们就可以来把它打印出来了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到哪儿去拿这个图片呢 我们去找一个截图工具 好截图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有一个叫windows附件的地方去看一下 好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叫截图工具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新建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段给减签一下 好复制复制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随意粘贴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输出 注意看我们粘贴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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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我们每次粘贴 那么它就有一个base64的字符串生成好了 一点它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截图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base64的一个生成 生成了base64之后我们要发送出去 肯定也就比较好实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想发送的话 我们很明显 也就是一个connected.emit 这样一个saver的一个new message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地方要传我们的类数据 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来看我们这个代码是不是就发现了有重复的代码了 既然是重复代码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提成一个公共方法 叫什么呢 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我们需要给什么数据呢 一个叫 一个主要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message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type 让这个type有默认值 所以我们就这里就需要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发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代码写在这里面 我们刚刚的一个发送是在这里做了一次发送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对象拼接起来 叫message object 这里面有哪些属性呢 有我们的type 默认就是我们的text 所以说如果不传就应该是text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data 也就是我们的message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connect id 等于我们的connect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对象给它发出去 好 那么这个send message这个方法就实现好了那这边的一个代码很明显就更简单了我们只需要send message然后把这个value传给它就好了 在之后的话我们同样的也只需要传一个字符串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imagine这样一个type就可以了 好现在传输已经实现了那我们还需要实现什么呢一个接收 看一下我们这边既然要装base64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很明显我们在这边做替换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独立的一些处理了比如说我们这个message就不应该直接用这个message来做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能会优先处理一下我们这个message 所以在哪做处理呢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不用动它因为这边message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就需要在我们这个 on这个地方来做一下处理 当它发现有新消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处理这些东西 那这个地方我们这个message的一个data就需要来做一下 转换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个messagetype 点什么呢点type 如果它是imagine 是一个图片 那我们这个的 data 就应该怎么来出现呢 就应该是 imagine src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 lt 好 就应该是大概是这种这种形式的 然后这呢我们这个 刚好 又是我们的 base64 这样一个 字符串 所以呢我把它拼到这里来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实现了这样一个图片的一个传输 我们可以 试一下 好 AA上线了 当我们粘贴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儿没有 我们的接触工具关了吗 看一下 接触工具已经不见了 但是我们应该是先把这个价格的并没有 它可以 但是我们的电子 我们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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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固定的任务栏来 好 那现在就比较好了 直接截图 新建一个截图复制 关掉就好了 关掉之后我们在这来直接粘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截图就已经发送出去了 我们随便再粘一个 随便的一个位置粘贴 OK没问题 当然我们看一下对方是不是能收到呢 好 BBB上线了 哎 好像也没问题 看一下 也是收到了的 然后B这边也收到了我们的A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图片的一个传输 当然这个图片传输还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文件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编码成编译成我们的这样一个Base64 Base64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一下判断 如果文件太大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这样呢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如果图片太大我们就不用了 如果来判断 如果来判断文件的大小呢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粘贴的文件打出来 我们把它打出来 打出来 打出来是一个对象然后它有一个什么呢 Size 那这个Size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小 如果这个Size太什么了 如果这个Size 大于1024乘以 我们看现在这边这个是多大 是我们是这个图片有2K 所以我们就这么多吧 如果它大于了我们就直接不算了 我们就不要 那这个粘贴就是失败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限制 其实呢在这个SortetIO里面这个图片传输的话 没有太多的一个知识点 主要是一个如何把这个图片或者是文件编译成 编码成这样一个Base64 然后呢 编译成Base64之后 它解决是一个字符串 和我们G般的聊天 没有什么区别 好 那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的关于图片的一个传输 当然这儿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什么呢 通过粘贴的方式来 处理图片 那这种是一种比较方便的一种做法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就下节课 再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